師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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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叩見總台主 師傅 師傅 你來了嗎 師傅 師傅 你很聰明 是現在這樣的亂世的時候 只要你不貪圖榮華富貴 一定可以推翻滿清 恢復大漢的江山 是就最好了 不過弟子有些事總是不明白 你說 自從康熙登位之後 四海升平 尤其是澳拜死了之後 更加是國泰民安 人人吃得好 穿得好 為何就是要推翻他 因為這是不生的志願 唉唷 不過 為了你不生的志願 就要打仗 要人民受苦 會不會有些 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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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寶 你是一個聰明人 我就可以用一個聰明的方法跟你說話 而外面的人就不可以 不明白 讀書和明示你的人 但多數都在清廷裏面做著官 所以如果我們要跟清廷對抗 就只可以用一些蠢一點的人 對付那些蠢的人 就絕對不要跟他們說真話 要用宗教形式 要催眠他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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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令他們覺得 所做的事都是對的 要用宗教形式 要催眠他們 令他們覺得 所做的事都是對的 要是不可以用來的 要不可以用來的 他就不會有聲音 感谢观看